来看的是全球的焦点营销电影来关心 伊朗林日雷爆发示威的活动 起因是因为有位女子 只因为她没有把这个头巾给带好 就被疑似警方给活活打死 不过这个事件现在引发全民怒火中烧 不少妇女当众剪下头发烧掉头巾 也有人破坏了警车撕毁了政治人物的画像 警方也发射了时代来镇压 成途之下至少八位示威者是不幸死亡 一名女子坐在电箱上面对不断鼓噪的人群 当众剪下自己的头发 成千上万的群众走上街头示威 高举着布条表达不满 事件的导火线是因为有一名22岁的女子艾米尼 只因为没有把头巾带好就遭到宗教警察逮捕 没想到竟然还疑似被警方殴打致死 事件引发全民公愤 抗议活动在伊朗多个城市遍地开花 许多伊朗妇女剪掉头发 在大马路上点燃火堆烧掉头巾 两名男子爬上政府大楼的外墙 撕毁伊朗总统的画像 下方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抗议还演变成几名冲突 有人焚烧警车 烧掉垃圾桶砸破车窗 警方发射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甚至是实弹导致多人死伤 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当局强制要求所有女性 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头巾 穿宽松衣服来掩盖身材 如今民怨四起 由伊朗民众认为 现在有可能会是个转列点 事件不断升温 引发国际关注为了平息民怨 伊朗总统下令调查女子死因 给家属和外界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 伊朗今日爆发的抗议潮 就是因为刚提到 女性她因为指资在街上 没有带头巾 遭到了宗教警察 给活猴殴打致死 不过就在抗议潮不断之际 CNN这位主播艾曼普 在推特透露说 原定要请伊朗总统 来西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空档 要进行专访 不过艾曼普表示说 只因为她拒绝戴头巾 就被伊朗总统给放鸽子 艾曼普现在推特上头 她撲出了照片 表示经过数周的计划 八个小时架设了翻译的设备 灯光还有摄影机 其实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却不见伊朗总统的踪影 其实在专访之前 伊朗总统幕僚就曾经暗示 要艾曼普戴上头巾 波塔表示现在人在纽约 所以她认为没有必要 带头巾的这个必要 也导致了伊朗总统决定 取消这场历史性的对谈 好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在21号宣布执行部分军事动员 将召集30万预备一军人 要投入乌克兰的战事 全国各地呢 其实不止掀起了反战示威 很多的俄罗斯男性 为了躲避争争 也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讨难潮 边境现在持续涌入大量车辆 从莫斯科起飞的机票 现在全部销售一空 不对此呢 目前克林姆林公回应说 为了实现解放 顿巴斯的目标 动员是必要的 而有关于俄国男子雷金的报道 他们认为是被严重夸大 美国总统拜登 明21号出席在纽约 举行的全球对抗艾滋病费结合 跟疟疾基基金会 全球基金第七次的增资会议 不过拜登结束演说时 他要下台 突然的他搞不清楚方向 待命之急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在当时拜登结束演说 准备要离开 不过却突然在舞台下 来舞台兵雷停下了脚步 他驻足在原地 似乎想要回到中间 接着对台下又念念有词 又转身东看看西悄悄 徘徊了20多秒 看起来显然是相当迷茫 这一段又尴尬又糗的画面 在推特上头 现在疯传 网友再度质疑了 79岁拜登的身体健康情形 更有人认为他应该要 接受任职的测试 美军航空雷根号 23号抵达南韩府山 将跟南韩军舰一起进行美韩 联合军事演习 意在威慑北韩 而这也是呢 就是2018年以后呢 睽違四年以来 首度由美国的航母 以军演作为目的 抵达了南韩 目前的路透社分析 雷根号航母访韩 象征着美国迄今为止 在区域部署更多 具有核能力的战略资产 以来威慑北韩的努力之下 最重大的一次部署行动 而南韩总统尹席业上任以来 也持续的推动更频繁的联合军演 以及其他军事力量的展示 来警示北韩 唐木莱关心了外号呢 瑞士特快车费德勒 将在这次呢 赖佛碑后结束24年的职业生涯 为了在球场上留下了珍贵的回应 及其他大碗自拍 在赖佛碑开打的前一天 他晒出了跟西班牙蠻牛 纳达尔 还有乔帅乔科维奇 以及前英国球王莫瑞的合照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巨头生涯 拿下了66座大满贯冠军 称霸世界第一场打 这个是933个礼拜 彼此一共交战了234场 合照之后四个人 不再以选手出场 而是代表一个时代 即将晃下句点